《圣经微波》 欧伯萍牧师每周为你介绍圣经知识 刻画入眉,发挥眉言大意 激活你爱读圣经的心志 为什么神同在是充满圆而圣的呢? 我们提过马大福音一开始 第一件事就是去解释耶稣基督降生 既然是应许的实现就证明神同在 马大福音的最后 耶稣的大使命其实达到一个后果 当我们这样去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就经历体会到神同在 但是这个神同在似乎是比较圆异性 这个都是我们信仰上有时的经历 整个马大福音的第一章 我们可以用一个名称它是谁 这个族谱 这个序言呢 已经介绍它是谁 然后休妻那件事件呢 就是这位做丈夫的药室 这位称它是谁 文化一幅很久 然后马大福音的第二章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名称它 第二章是它在哪里 第二章一开始 所以东方那几个学者走来问 新诞生的皇帝在哪里 然后这个希律就很害怕很疑惑 在哪里 究竟它在哪里 然后你们去找它在哪里 跟着就要说我听它在哪里 然后他就要杀这个BB 然后约瑟又在夜间的异像中 上帝的使者就说给他听 这个警告这个中谷 于是约瑟就带着马里亚 要带着耶稣走坏了 走去哪里呢 走去埃及 然后过了几年 这个希律离世了 约瑟听到这个消息 回来由大地区居住了 那住在哪里呢 究竟去哪里住好呢 最后找找找何处何处 最后才找到拿撒勒 所以马太福音的第一章 他是谁 马太福音的第二章 他在何处 这个马太福音如果我们说 它的主题是上帝与我们同在 但是整个马太福音 开始那两章 就是有一种圆异性的气氛 那怎样呢 那就是怎样呢 那他实际是哪个呢 那他在哪呢 然后第三章 就很具体地说耶稣 三十岁 开始出来 传道那些实实在在的工作 实实在在的教训 将这个圆异性逐个逐个去解答 逐个逐个去清清 多谢你收听网播时代 Times on Air 谢谢大家 岁月 我们下来 再重新冠军 我回到哪里 再重新冠军 多谢你 你 谢谢大家